你有过觉得妈妈不理解你 但是委屈却不敢言说的时候吗 我有而且很多次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南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妈妈请接受我的吐槽吧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妈妈从小对我的教育方式 以及我妈妈跟我相处的方式吧 我妈妈是个性格强势脾气暴躁的母亲 她对我的教育方式从小就是棍棒教育法 遇到问题或者是我做错事 甚至是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 她几乎从来不会跟我好好说话 这一句话不对路不是开打就是开骂 她越凶悍越强势 我就越来越胆小 不敢反驳她的一切 甚至是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了迎合她 我甚至是变得爱撒谎 爱隐瞒 她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 也极少跟我讲道理 而这样的教育方式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 造成了我后面性格上面的偏激和缺陷 就当我长大成人之后 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 在爱恋关系 甚至婚姻关系当中就一遇到矛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 我就学不会好好说话或者是冷静下来柔和的处理问题 就一有矛盾就会满身力气的去跟对方硬碰硬 其实说到这点我挺感谢我老公的 因为跟他结婚之后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一些跟我性格脾气相反的东西 比如说体量包容甚至是退让 就让我在原生家庭上面带来的性格缺陷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正面修复 我不知道看到这条视频的人有多少是已经为人母的 但如果你作为母亲看到了这条视频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孩子放在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位置 把他当做朋友去交流去倾听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而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 让孩子一味的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不让他去反驳你 不让他有自己真实的想法 也不让他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像中文在强势教育法上面长大的孩子 如果他够幸运 他可能会像我一样 在下一段的亲密关系当中 得到一个很好的正面引导 但是如果他不够幸运 那么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负面影响 将会跟随他一生 也影响他一生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他们不是谁的附属品 更不是父母的傀儡 而母亲在家庭关系当中 就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母亲过于强势 那孩子可能就会微微落落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母亲 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要勇敢地 大胆地跟孩子认错 多倾听 少驾驭 不要去折断孩子的翅膀 却去埋怨他不会飞翔 今年是我过的第七个母亲节 当然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去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 我把我的妈妈在我身上缺失的正面教育 全部用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 希望给他们的性格形成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相信每个母亲都是深爱自己的孩子的 那么越爱他就越不要去伤害他 你的唇枪舌剑可能会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也不要低估你的话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力 当然每个母亲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但是不要把这种好意变成了一把利润 在刺伤孩子的同时也反噬到了我们自己 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双向的 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 我们是彼此的软肋 也是彼此的盔甲 我愿意为了你付出生命 拼尽全力 也可能为了你变得温柔似水 不堪一击 最后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幸福安康 我太难了 你是我这一生 想要的美丽女人 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人